哈嘍各位好,歡迎來到安迪的遊戲頻道 今天跟各位帶來是觀眾投稿對戰 今天看到的是我們的伊索比亞人 那今天呢我們來看一下對戰的對手是誰呢 我們的印加 伊索比亞對抗印加 那張地圖是 符文石群 跟這個阿拉伯非常的像 我好像有一次有講錯 那符文石群的特性呢 就跟阿拉伯我是覺得蠻類似的啦 資源分布上也是算是 就很很平均 那符文石群看起來外面也不是很好圍齁 他一樣有留這個 就是很很很寬廣的這個空地給你去圍 那不過看一下印加這邊好像 算是比較好圍耶我覺得 因為他這邊有三重四重的樹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石頭跟黃金可以這樣圍起來 所以其實印加這邊比較好圍 那伊索比亞這邊是比較比較難圍的 因為他前面這邊空地是有點大 不過差不多啦 一樣有這個兩頭野豬嘛 然後羊阿路阿都有 OK 那比賽開始之前一樣先來看一下文明特性 今天投稿的是我們的伊索比亞人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伊索比亞 攻兵文明 那伊索比亞的攻兵特性就是攻擊速度會比較快 有18%的這個攻擊速度 然後再來就是升級到下一個時代呢 會加100黃金跟100食物 你可以當作就是返還 返還你升這個時代的費用 那升封建的話本來就只需要那個食物嗎 所以你這樣加100黃金和100食物還多賺的黃金 所以還不錯 升級下一個時代就可以拿 那重裝長長兵升級免費 就這條線 可以升到重裝長兵免費 這很不錯 因為通常 伊索比亞玩這個戰術 就能玩弩兵的時候啊 重裝可能會比較沒有那個 資源去升級 那這樣子的話可以免費升到重裝 對方出騎士也不太怕 再來看到的是彎刀勇士 那彎刀勇士也是 我記得上次也有buff的城堡兵的這個攻擊 還是血量 好像記得都有buff 總之彎刀勇士 可以注意一下這場 還有沒有機會可以用到 攻擊力高 訓訓練速度快 移動速度奇怪 其實就是移動很快的步兵 然後攻擊力真的很高 16點傷害 不過血量就45點 也不算特別的多 經常見兵就已經60點了 所以算是少量血的一個 玻璃玻璃近戰 那個傷害還是蠻高的 銀冠跟金冠科技 分別是可以訓練 這個彎刀勇士增加速度 還有工程所製造的 工程所的這個單位轟炸範圍變大 OK 那團隊加成是 劍塔跟少戰士也加3 來看一下那個文明特性 弓箭場的話 來看一下可以升強弩 然後戰矛 中裝馬 沒有安息人跟火槍兵 剩下都有 軍營的部分呢 少了劍勇之外呢 其實也是一英俱全 都有 馬舊的部分少了品種 那可是有中裝駱駝 中裝騎士跟匈牙利騎兵 還是有給到耕種 所以 伊索比亞要打這個馬舊的話呢 也還是能玩 那駱駝雖然就是少20點血嘛 就半殘但是 還是可以適時的選用一下 那伊索比亞其實之前也是蠻常會看到 有用伊索比亞的那種 工程戰術 工程所戰術 因為他的工程所是完整科技 有火炮中弩中頭 中蟲全部都有 兵工廠的話呢 少了三級的馬鎧 剩下的科技也是一英俱全 然後 經濟部分 少了輪根 剩下也都有 OK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樣比賽吧 這樣比賽的話 對手是硬家人 所以現在硬家其實也不能塔工了嘛 已經改掉非常久了 我們可以 從這邊快速的瀏覽一下硬家的特性 有一個免費的羊駝 然後城堡時代的話 升級兵工廠就會影響村民 要從城堡時代了 開始是這個封建就可以嘛 現在不行了 再來就是 建築石料-15%的這個費用 那他這次有加強他的槍隊長嘛 那就看這一場對手會不會去用到 好 銀罐金罐科技 各位可以看一下 毛兵跟投資手會沒有最小射程 在後期戰鬥可能會比較有用 之物盾的話其實還蠻不錯的 英勇士喔 好投資手槍隊長的近戰遠程護甲分別加1跟2 也是非常多 還有農田建造速度也比較快 那可以提升一定的經濟收益 OK 好 那現在的話看起來是 硬家這邊優先的先上封建時代 硬家這邊是提早上 大概就21匹 21匹上風 那看到伊索比亞這邊是直接把牆給圍起來了 那應該就沒什麼意外要上城堡做一個 就是專職成的打法吧 好這邊剛剛沒有帶到 好伊索比亞這邊是出了一些棒棒錢壓 這邊還是有一些 感覺有一些戰果吧 還是我們沒有戰果看一下 好應該 應該是有 欸應該沒有殺掉欸 這村民血都還是 只是殘血而已 所以剛剛死掉的應該是民兵 這邊剛剛這個有擋住 村民回來這個 回升攻擊了一下這 民兵沒有操作 所以死了兩個民兵 一開始應該是造了三個棒棒錢壓 掩護自己上城 經典的一個二代打法 好這是二代非常吃重的一個操作技巧嘛 就是你一開始民兵 然後村民什麼的你就 記得 這個操作也是蠻重要的 所以村民會不會點死呢 沒有 8 3滴血 這個赤猴 血本無歸 三個棒棒都死在這裡 所以你看到這個分數是直接落後了 三個棒棒過去再加一個赤猴 全部葬送在對手的城鎮中心附近 沒有被射死 直接被 被村民給打爆 可惜 那看到硬家這裡 已經上到的封箭時代 第一個下的建築就是 射箭場 而且開始爆毛兵 因為他覺得應該是 預判對手 伊索比亞會出工兵嘛 所以是很正常的一個推斷 畢竟是工兵文明 不出工兵也蠻奇怪的 就確實 這裡伊索比亞在外面生的射箭場 所以這些毛兵過來算是 一部分有點壓制 但伊索比亞這邊是下了馬 就應該是要繼續升赤猴 因為赤猴這個 可以在封箭的時候 很有效的去反制毛兵的攻擊 因為毛兵攻擊力比較偏低 他打工兵有加成 但是打赤猴沒有 所以赤猴去打他的 赤猴本身遠防又有兩點 那打這個毛兵就是非常得心應手 沒有什麼問題 這邊的話是圖要干擾 那伊索比亞這邊的村民採集 不過應該效果有限 這邊赤猴一出來的話 喔 這邊毛兵應該很難很難 很難閃喔 而且一次出了三條赤猴 這個毛兵很難跑走 這邊應該會死一票毛兵 蠻虧的 蠻虧的 前線這邊再看一下 伊索比亞也是出了 八隻的小公往前面去做一個壓進 可是呢 印加這邊應該都是再出他的毛兵比較多 那看一下這一波推進會不會成功 工兵往前壓 那因赤猴過來沒有什麼用 那毛兵的數量也不夠 這邊村民被點死了一隻 有點小虧 工兵跟配合這個赤猴去追毛兵 非常的有優勢 那雖然說印加生了一些長項兵 但長項兵被小公也是克制的 所以這數量不夠多 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幫助 這個 這個毛兵來不及回生就被赤猴點死了 這幾隻赤猴是創造的奇蹟齁 在這一波反打上是非常的優勢 印加出的毛兵算是沒有任何的效益 根本沒有幫到什麼忙 那反而是伊索比亞這邊開始轉爆小公了 兩個射箭場開始出小公 這邊看起來是蠻成功的 一直有在往前送部隊 那印加這邊看起來助列是在生 英赤猴 還沒有生英勇士 但是印加這裡已經是要準備生城堡時代了 等一下他英赤猴應該就可以生上去了 就變成英勇士 所以這邊在累積他英赤猴的數量 等一下城堡時代就可以直接直升他的英勇士 因為看到這邊也是在拉鍛造技術的 就代表說他等一下確定要打這個戰術 那現在伊索比亞比較緊張了 他這邊要趕快進去做攻擊 不過這個城牆有沒有機會打進來呢 這感覺有沒有拉的有點太近了 這拉的太近了 市集要再往後拉一格兩格 這樣子 射成才會 才會剛好 不然 這個村民應該站近一點會被射才對 那看起來伊索比亞沒有注意到嗎 他如果貼近的木牆是射得到的 來看一下 哦射不到嗎 都覺得應該射得到 一二三四 感覺應該射得到才對 一二三 還是射不到 剛好差一個 哇 好像射不到耶 不過這裡看起來 木牆是先爆了齁 對手這個硬家並沒有成功阻止 這邊一波赤猴進來 有一點兵荒馬亂的 那因為硬家家裡也只剩毛病在做防守 而且赤猴這邊還不好解決 因赤猴這裡還沒升到英勇士 這邊的抵抗遠程能力有限 這死掉蠻虧的齁 因赤猴也不算是便宜的東西 這裡的工兵進來算是創造了一點奇蹟 創造了一點優勢的勝面 但是毛兵數量也不少 所以這裡工兵看起來是只能 先找對方村民出氣 看到就點死 一發就點死 這個村民拉的有點太慢了 趕快收進市任中心的話 應該還可以保存不少 毛兵繼續往前追 這些工兵看起來無路可逃 哼 那這邊也是要拼操作 二代操作成分是非常的吃重 跟四代是不一樣的 非常的小心這個操作 對方丟的時候要做平移 然後回身射擊 算是也還算操作得不錯的拉 這工兵進來已經殺到蠻多東西了 你可以看一下這裡 這工兵 非常騷 已經殺了不知道多少村民跟士兵了 這英赤猴也是死了一大票 那這工兵也是死得其所的我覺得 雖然也是蠻貴的拉這些工兵 可是至少也殺了不少東西 這邊村民樹可以看到 印加這邊剩三十七 然後 伊索比亞這邊是四十二 兩邊也都在城堡十代了 那伊索比亞這邊是決定是 一樣是繼續打他的弩兵戰術 那印加這邊的話是出他的英勇士 那記得這個遠方也是要先升 好不好 兵工場遠方也是要先把他拉起來 如果確定對手是打那個 工兵戰術的時候 你的英勇士升了一個防禦的話 會非常的優勢 這裏要準備交戰了嗎 這裏是毛兵 但是伊索比亞的弩兵輸出非常的高 因為有高達十八%的攻擊加成 所以打起來是比較不一樣的 好那個跟一般國民來比的話 他的弩兵輸出效率很高 那印加這邊是開了兩PC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伊索比亞這邊是 也是兩PC 所以兩邊都是兩PC的爆經濟 我們看一下 這邊 準備要做一個博火了嗎 印加這邊的英勇士數量非常的多 其實如果一防有拉上去的話 我覺得這些工兵是完全沒什麼氣場的 因為英勇士的遠方是算是偏高的 這邊已經有三點的遠方了 所以打上身體的話 就大概扣了五點 四點血 英勇士跑得快 所以可以 包夾之後做一個 提殺 但是這裏的弩兵數量也不少 24隻弩兵 印加這邊也不敢直接造次 而且戰毛兵這邊也是拉上去 也是 其實這組合是完完全全的克制到對手 這邊努兵的戰術喔 那就看 兩邊的操作 分數上兩邊並沒有到差非常多 雖然印加有小小的落後 不過也才落後三百分的 在二代裡面二兩百分不太算是什麼 伊索比亞也正在拉彈道學 然後印加是在製造更多的 生產更多的英勇士 但是你可以看到這個操作成分還是很高的 而且彈道學拉上去之後 英勇士的死亡效 死亡的那個比率應該會變得很高 所以這一防還是蠻重要的 不過看起來 印加這邊戰毛是優先升了一防喔 免成一防是有先拉的 這裡伊索比亞是推出了城堡 在外面做一個防守 可以確保自己是安全的採金礦跟石礦 非常聰明 而且再升彎刀勇士的各位 這場竟然看得到彎刀勇士 45點血量 然後0點的基本防禦 但是因為有加成的關係 就是升級科技的關係 還是有2點2點 攻擊力16點喔 非常的高喔 這裡的弩兵 在點村民了 印加這裡有點尷尬 因為他那個部隊出去之後 就對手的弩兵從這個地方給滑進來 把這邊村民稍微點了幾隻 所以現在村民術 印加有點落後的嚴重了 已經是59對79 這邊有沒有包夾成功 這邊英勇士圍上 戰毛兵太座攻擊 這裡英勇士速度非常的快 這個攻擊效率也是非常的好 但是前面這邊有一彎刀勇士 而且後方有城堡 這裡印加不能選擇硬上 而且彎刀勇士打英勇士是很有優勢的 因為攻擊夠高 所以這交換比應該還可以 雖然說他死的也很快 可是你看到英勇士是倒下速度是奇快 配合後面的努兵這一波殺傷非常成功的 印加這邊損失了他全部的英勇士 哇哦這個很虧哦 英勇士很貴的好不好 英勇士造價我記得 20、15、50黃金嗎 所以剛剛吃黃金的一個兵種 反正這樣被換的話也是蠻虧的 呃我看一下 那個伊索比亞這彎刀勇士要多少錢 我剛剛沒有看 50食物跟30的黃金 呃二代的話黃金還是比較值錢啊 所以 利用食物去生產的單位就相對還是比較划算一點 然後剛剛那一波交換你可以看到這個彎刀勇士要對抗 對手的勇士是完全沒有問題 哈那一波交換是非常成功 那印加這邊就只能採取比較手勢了 因為剛剛部隊大量的死亡齁 你看這個彎刀勇士 直接拿兩把子彎刀 好大一把彎刀 好在外面做這個遊擊 村民如果被弩兵點的話會非常的不妙 而且這裡彎刀勇士拆這個成門速度超快 這攻擊力17點很高喔 而且跑很快你看人家 這彎刀勇士進去就是一陣屠殺 哇靠 這村民瞬間就死了一大票喔 那印加這邊當然也是極力防守 甚至連頭子車都造出來的 所以這宅口的話還是比較吃虧 那看到伊索比亞這邊打的還是比較小心的 這邊就直接往後撤了 不過剛剛這一波進來的彎刀勇士殺了不少村民 我覺得應該也行 應該也行齁 99對62村民已經100對62村民了 這邊已經開上3TC4TC了 那印加這邊呢 印加是3TC啦 那主要是村民剛剛被殺的比較多 所以村民落後比較嚴重一點 而且現在 印加是直接要攀帝王時代囉 喔 那這個會不會有些變數呢 這彎刀勇士拆房子的速度真的是超級快 你看 累了木槍又被砍爆了 而且印加家裡只有戰毛兵 這打這個彎刀勇士沒有太大的優勢 雖然應該也可以打3點傷害啦 因為彎刀勇士防禦是偏弱的 彎刀勇士就是一個很容易被殺死的單位 但因為他夠快喔 你看 這快到像騎兵一樣喔 像騎士一樣的速度 這裡散兵散得不錯 拿這個頭子車我看應該沒事了 可以點爆 OK 好 那現在印加身上的帝王時代囉 這個城堡也是優先的先拉上去的 會出這個槍隊長嗎 又或者是他會直接 就是當作防守手段 我不確定 等一下看 看看印加會選擇出什麼兵種 這個 這個組合的話 出這個頭石兵 頭石手應該不錯 因為頭石手反步兵 這可以考慮出一下頭石手的 因為這萬刀勇士的數量已經有來到 定的一定的程度了 所以就看一下等一下怎麼樣做選擇 那現在 恩 伊索比亞也是準備進帝王時代喔 兵也是繼續的補 那經濟部分算是蠻有落差的 所以理論上現在 伊索比亞是佔盡優勢 你看看這分數已經差到2000分了 非常的多喔 這2000分就已經算是差了很多了 不過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這邊 印加果然是出頭石手 頭石手打步兵有額外加成 所以也算是一個反步兵的利器 你就可以把他當作是 老英國的 這個印加的這個火槍兵的感覺 這個頭石手 好 那印加也是在高地這邊 拉上了城堡來做防守 確保這裡前線是比較安全的 都是一個正常的一個推進手段 就是 城堡嗎 這是蠻蠻需要的 好印加這邊 頭石手繼續生產 這也要做交戰了 非常多的萬刀勇士 剛剛這個伊索比亞這邊 萬刀勇士用上癮的 而且是直接上到精銳版本 好上到精銳之後 攻擊力高達18點加2點 就是20點重合 目前的傷害 血量多5點拉 但也不錯了 然後這裡萬刀勇士非常多 準備要一波A上了嗎 但是萬刀勇士血量非常少 而且後方有非常多的頭石手 這邊血量看起來是掉得非常快 還是不敢直接往前衝 因為 這邊還有印加的城堡在做防禦 也不是說那麼好進攻 這邊印加是推了他的戰毛兵 跟頭石手要做前壓 喔這裡 最後的第三攻也拉上去了 總合22點的傷害 這萬刀勇士 精銳的版本 跑得很快有沒有機會 這頭石手殺傷效率非常高 看起來是沒有什麼機會摸到 而且這邊應該是操作失誤 又死了一票萬刀勇士喔 這有點可惜 萬刀勇士 這雖然速度快 但是面對對方全部都是遠程的時候 這萬刀勇士看起來也沒辦法 起到太多的效用 而且 這個組合是完全 課對方的耶 這是頭石手加戰毛兵 所以其實就是完全課強弩的 反正你要打沒關係 我混混在一起 你要點我的部隊也要花一點時間 我的 戰毛兵也是可以回身射擊 強弩兵也是一個一個一個倒下 因為萬刀勇士也在司機而動 但是 頭石手確實比較難以處理 但這裏也是有一個操作失誤 而且兩邊城堡蓋出來之後都在生巨頭了 等下中間會是一個巨頭大戰 開始互丟 我們看一下 OK 一手比阿這邊強弩往上點 攻擊速度比較快的強弩 殺傷效率還是很可以的 雖然這邊差了三千分 快將近三千分 但是現在硬加組合比較好 所以其實不好說 那這邊城堡在拆的話呢 後面村民會拉上去做維修 好所謂特別的 哇 這裡 基索比亞是直接要拆掉對方的巨頭 這邊是直接過來應換喔 有點傷阿 這 這 彎道勇士是死傷 死傷慘重喔 雖然說是拆掉對方的巨頭 可是這個交換會有值得嗎 我們等一下再看一下 這個城堡看起來 越來越危險了 那對手 硬加這裡是準備用巨頭 去反對方的巨型頭的車 這邊 關島勇士一波往前推進 投資手操作 攻陣點殺 關島勇士一個一個倒下 那這邊巨頭看起來又保不住了 巨頭還是被拆掉 這裡非常的虧 硬加死了非常多的巨頭 也是非常傷的 但是呢 欸 伊索比亞這裡的 關島勇士看起來面對 所以投資手確實沒有特別的優勢 所以死得非常的快 這裡資源繳了非常多 這邊交換下去 雖然說 硬加被換掉了不少的巨頭 可是 伊索比亞的單位也是換得非常多 其實這樣一來一往 我覺得伊索比亞可能相對虧了一點 這死殺死的單位是有點多 這 感覺分數有點在拉近的感覺 然後拉到快將進1000分了 但是伊索比亞這邊有前面 三台的巨頭在做攻擊 那現在 印加這邊是非常的 直接是硬修喔 這個石頭耗得非常的快 因為這個城堡如果一旦陷落的話 應該會很危險 這個城堡是死都要修起來的 這邊還有一些 萬島勇士沒有操作好 直接送掉了 一直往前衝好像不太行 一直有在慢慢慢慢送單位 你看這分數 差到1200分喔 剛剛原本差快2000分 印加繼續的出他巨頭的車做攻擊 這邊到底你死我活誰輸誰贏了 這些主要戰場都在這裡 沒有在繞其他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專注看這個前線的戰場 萬島勇士一波拱上 但是 頭之兵 對抗步兵還是太有優勢了 這邊根本就無法做攻擊 我來看一下他是不是有拉 他不是有拉那個最短距離升級的 沒有 也沒有 所以 就是如果他快速貼近的話 其實還是滿危險的 因為他們 頭之手跟那個戰毛兵都有最小射程喔 不是說可以直接 就是無腦的打 好 那這邊要再繼續衝嗎 我覺得現在 伊索比亞感覺是有點 有點僵化他的那個 部隊組成的 因為 就你都已經投資這麼多成本了 所以這邊還是想說 用金瑞彎道勇士去 跟對方的 組合去抗衡 你可以看到 這裡印加的組合是相對比較好的 而且你看喔 這邊巨頭丟半天這個城堡沒有修回來 因為對方印加應該是有 用黃金買石頭修的 就反而這裡沒有在管對方巨頭的情況下 這個巨頭是慢慢的丟爆伊索比亞這邊的巨型頭的車喔 哇這還不好說呢 分數已經拉到剩七百分了 這樣子繼續交換下去 伊索比亞這邊是相對比較危險的 我們繼續看一下 前線這邊 應該要選擇轉兵了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伊索比亞這邊 伊索比亞這邊是沒有繼續再轉兵 因為他現在黃金是全都沒了 這可能要考慮升一些垃圾兵的 戰毛也好 肉馬也好 已經是零黃金了耶 黃金沒有在採耶 這邊要想辦法出去擴張 這邊再升城堡 但是印加這邊還有一個投資手在這邊亂喔 現在這裡我們看一下剛剛沒帶到畫面 但是這一波衝過來的萬島勇士是全部送光的 哇靠 印加這邊是快要反超了 剩三百分 哈哈 這個巨頭這邊奇蹟式的城堡存活下來 然後這裡的巨頭看起來 要被強迫丟爛了 伊索比亞這邊大傷 巨頭全死 主力部隊也全死 不過這邊的城堡有架設成功 所以有干擾印加在這邊做的發展 而且這邊黃金礦是非常的稀缺的 要趕快再搶黃金礦 伊索比亞這邊黃金是已經歸零了 根本沒有辦法再發展了 我們家裡的黃金是全部都採光的 外面的黃金礦其實 我看了一下好像也沒剩幾塊了 剩這裡跟這裡吧 這裡跟這裡兩塊 黃金已經都沒了 你要嘛就是採聖物回去升這個黃金 可是二代的黃金聖物實在是升得非常的慢 所以我看是沒有什麼機會 這邊應該是用市集去交換換了一些黃金 然後開始升那個清奇兵升上去 還有把一些科技拉上去 這邊要開始爆垃圾兵 可以看到印加這邊一個奇蹟似的反殺 這分數是直接反超 而且這邊是有非常多的投資手 但終於我們伊索比亞終於想起來了 他應該要轉兵才對了 就開始爆了大量的清奇兵了 這個選擇是非常的好的 雖然英勇士打這個清奇兵會有一點加成 但是其實對手轉兵速度算很快 你看他已經在升那個 這個就是精銳英勇士了 對 你看對方這裡轉兵的速度還是非常快 精銳英勇士都升上去了 但是沒有升防禦是敗筆 防禦要升一下 因為精銳英勇士數量夠多的話 我覺得打雄阿姨清奇兵還是可以的 但這邊有一個比較大意的 印加這邊的巨型頭的車看起來有點危險 我們看一下 伊索比亞這邊的清奇兵 朱納利清奇兵數量也是非常多 也將近是滿配的一個數值 這裡巨型頭的車看起來是有點撐不太住 而且頭十手打奇兵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優勢 所以這裡清奇兵的速度是非常的慢 這邊一直在後方繼續製造更多的 生產更多的精銳英勇 往前壓 情人英勇士數量也不少 這邊防禦沒拉是真的是蠻吃虧的 雖然你看你看喔 你沒拉防禦都還是有辦法 就打的還算是可以當 當上一個秤值的肉盾 如果你連防禦都拉的話 我相信 雄阿姨清奇兵應該不是你最神 這邊打一打兩邊 增速目前已經持平了 後方投資手雖然沒有步兵單位可以打 但是這個數量夠多 所以這個輸出效率看起來貌似也還可以 對方這裡的雄阿姨清奇兵死的還是算滿快的 看一下這邊巨頭有點操作失誤 硬家的巨頭直接放到前面被拆 被拆很開心 但是可以看到伊索比亞後面這裡 資源總算是花了掉了 好全部都在生雄阿姨清奇兵 但是還是要注意一下 這個可能要累積一些單位在直接A上去 不然有點在下水餃的感覺 而且硬家後方是繼續的在轉中中場上兵 看起來硬家這次這場的轉兵效率是比較好的 從這個轉投資手然後到金瑞英勇士 到現在直接轉中中場上兵 這個意識是非常不錯 那這邊就看一下有沒有機會 兩邊村民術目前是沒有差異到太多了 甚至是食品 對手這裡硬家是打得非常不錯 這邊要直接硬打的話 我看那個雄阿姨清奇兵應該是撐不住啦 所以這看起來是全滅 怎麼辦 這個組合其實戰毛兵也可以解決 但有辦法轉嗎 因為我看到好像在生戰毛兵了 因為伊索比亞這邊是在屯他的毛兵 然後這個組合就是毛兵全吃 好毛兵克中方強兵 克投資手 又克這個 就是可以跟對方的戰毛兵打平 所以這時候生那個應該是不錯 就是戰毛兵應該是不錯的選手 那同時要配合自己的匈牙利清奇兵 因為現在這算是後期的垃圾單位 就是二代裡面 你只要一出這個垃圾單位就會佔盡優勢 然後你資源不要被干擾的話 你的垃圾單位可以無限一直出 一直出一直出一直出 大的五指五進 好 有一些中方場兵進來了 不過後方戰毛兵在家裡防守 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 不過伊索比亞在外面的城堡這邊 已經是被印加的巨頭給盯上了 這邊有點危險 因為沒有人在修這裡城堡的話 應該會很快陷落 有有四個村民在修但數量夠嗎 呃現在伊索比亞這邊壓力比較大喔 因為對手的這個部隊量還算蠻多的 而且剛剛生出來的匈牙利清奇兵都被換掉了 這裡巨頭沒有保護好 哎呀可惜 結果這邊一波往上之後呢 後方的戰毛兵是直接往前壓的 你可以看到前方這些投資手死傷非常的快 這邊的中方場兵雖然在抓兇還是清奇兵 但是他沒有注意到自己的投資手 這裡正被戰毛兵給屠殺 死的也是蠻大一票的 這戰毛兵打投資車是沒有什麼問題 前面的中方場兵感覺快慢慢被消耗殆盡了 好伊索比亞這邊的戰毛兵還是持續的往前送 然後這邊有一些英勇士在的話呢 還是可以稍微抵抗一段時間 印加這邊的組合看起來 稍微還是偏優勢 然後分數還是稍微領先了一百分 我們看一下旁邊這裡齁 伊索比亞這邊是把這邊的黃金礦硬搶下來 這大概是一個關鍵 因為現在對手印加這邊看一下 印加的黃金也是歸零的 他也只能爆垃圾兵的 也就是說 啊等他這個 剩下的英勇士死完之後 他就倒大煤了 這邊 還有一些彎刀勇士出來 出來這個收尾刀好不好 哇這跑的可快了 投資手被砍了幾隻回身射擊 而且現在黃金 印加黃金被控制之後 是完全沒有黃金的進帳 這邊只能被迫出垃圾兵 跟對方對一爆 那這樣就有點 有點麻煩了 因為現在伊索比亞是有黃金的 所以他可以混合兵種 他可以出彎刀勇士 可以出匈牙利 可以出戰毛兵 這種混合組合的話 打起來還是蠻強的 金安對手這裡看起來有在姐姐敗退的感覺 他一陣 原本看起來 印加有點快要逆轉的態勢 但是因為這邊資源控制的不錯 這城堡放在這邊的話 看起來效益不錯 而且這邊資源都有把對方的資源給壓住 所以你可以看到 印加這邊是已經 基本上家裡快斷炊了 只剩下農田跟木頭 而且現在看起來 伊索比亞因為有黃金兵還可以用的關係 前方部隊這邊也撐不太住 這個反打 已經讓印加這邊有點喘不過氣來了 伊索比亞這邊人口是已經爆到已經 已經是滿人口了 那 印加這邊的話是沒有 已經沒有滿人口 而且資源上的話 木頭已經是快乾掉了 兩邊村民宿雖然說 差異已經有拉開了 但是其實 其實我覺得 伊索比亞這邊村民有點爆得過頭 450幾個太多了 被刪掉一些 有點太多了 全部壓縮到自己的軍事單位的一個生產 這側邊還在 伊索比亞側邊還是造了馬 結果等一下可以直接 在旁邊生那個 雄凱莉清洗兵就往對方家裡送 去破壞經濟 非常不錯 這裡繼續壓的話 我看一下最後這一波 戰毛兵往前推 兩邊科技工坊是一樣的 那就是比數量了 但是看起來 印加這邊已經是倒大煤了 最後這邊進來的是 匈牙利清洗兵 而且家裡也只剩 蛋毛兵在做防守的話 看起來是不太行 匈牙利清洗兵現在沒有東西可以打他了 就算有這個中央場兵 但數量好像不太夠 而且印加這裡的村民已經開始 又開始嚴重的落後了 這邊被屠殺到剩八十出頭 這邊只能打出GG 結束這場比賽 GG 而且什麼 印加是F F泰爾 就是F街的文明 他覺得印加超爛 好吧 那這場比賽跟各位帶到這邊 感謝各位收看 不要忘記離開之前 看到這邊幫我點個影片喜歡 來支持一下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那小小總結一下 這場比賽的話呢 我覺得 印加確實打比較好啦 他打真的是不錯 不過後 後續的話 不是因為印加的F泰爾的關係 是因為 後面這裡的資源被控制住 而且自己發展推不出去 那 他後來轉兵 雖然也轉得不錯 但是他沒有想到 這伊索比亞這邊其實資源是 爆的比較好的 這後面看一下其實 後來伊索比亞這邊資源一直爆的是不錯 所以他的兵力是遠遠不絕的可以一直出 不過中期確實是伊索比亞這邊 兵龍選擇比較僵化 就一直在出那個 彎道勇士跟對方的投石兵硬換 好其實 那印加那邊是真的已經大逆轉大轉了好幾波了 不過後面這個推進的效率就不太好 而且巨頭在後面送太多了 沒有保護好 所以這 城堡都一直沒有辦法拆掉 一直一直僵持在中間 好最後伊索比亞開始轉兵之後呢 這個 經濟落差是直接把對手的部隊直接海淹掉 然後再加上外面的這個經濟直接被控制 地圖上的黃金也都基本上沒了 村民也很難保護 所以就開始有經濟的落差 最後就 就輸掉比賽了 好吧 OK 那這樣比賽就跟各位帶到這邊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一樣期待下次更多的 市議題或觀眾投稿的系列吧 我們一樣下個影片再見囉 拜拜